吃一季 上一集我们说到 很多日本人买和中国有关的基金 以中国为话题的这么一个股票也好 基金也好 在日本都相当受欢迎 因为日本人期待中国经济的发展 能够帮他们赚钱 反过来 很多中国人这几年跑到日本来买房 为啥跑到日本来买房 因为日本的房子便宜 你像东京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 相同面积的房价 连北上广的一半都不到 你可能不太相信 可它确实是事实 比如东京市中心80平方的金庄修 金庄修30厘厅的房子 80平米是指实际使用面积 像这样的30厘厅还配备了最先进的厨房设备和卫生设备 日本卖的新房都是精装修好的 你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的 配套设施都非常齐全 这样的房子还抗震 抗震级别能到八级以上 墙体都是隔热的 都加隔热层的冬暖夏凉 像这样的30厅 20年保证你质量 有20年的质量保证期20年内 这房子如果出现了裂缝 倾斜 渗漏这样的质量问题 这个房产开发商必须无条件 无偿修理 并且要做出一定的赔偿 这么好的 物美价廉的这样的房子 在东京这样的城市 只要是新房子 只要4000万人左右 也就是280多万人民币 三十一厅八十方 精装修拎包入住 还有20年的保证期 抗震八级 才280多万人民币 如果房龄接近10年 二手房了 售价就只要2500万日元左右 也就是差不多能便宜100万人民币 只要180多万人民币 这是东京这两年的房价 东京这个世界一线城市 怎么房价这么便宜 这么便宜的房子 在日本它还是卖不动 很多日本人不愿意去买房 买房的日本人是越来越少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是日本上个世纪90年代的经济泡沫 经济泡沫崩盘 泡沫崩盘以后 房地产市场是急转直下 进入了帝谷 战后的50年 我们都知道 日本经济是它最辉煌的时候 最疯狂的时候 日本的房地产总价值超过了整个美国 日本平均房地产价格 那个时候是美国的100倍 就是最疯狂的时候 东京大阪的这样的城市的房价 是纽约芝加哥的几十倍 当时这个东京土地成为了世界上最昂贵的土地 日本人成为世界上当时最富有的人群 大家那个时候日本人工资都很高 都不缺钱 出门打车就和坐公交车一样的 这个出租车司机还比较拽 因为愿意开车的人都不多 大家都不愿意开出租车 开出租车还去挑课选课 那大家出门都想打出租车 因为都有钱嘛都不差钱 那个时候你到餐馆吃饭 我就听我周围那些日本朋友描述 那个年代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日本那会儿你到餐馆吃饭 经常能看到互相不认识的人 互相抢着帮对方付钱的场景 就比如一个年轻人在这喝酒 旁边一个年纪大的 也喝完了 刚要走 你就看这年轻人会带着点酒精 满脸喜悦 说大爷你这酒钱我来付 你当时在日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 那关于日本经济在泡沫最膨胀时期 和经济崩盘后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我们后边节目再和大家分享 今天主要说说这个日本的房价 九十年代泡沫破灭之后啊 这个跌价当时的房价暴跌啊 跌到了百分之跌过百分之六十啊 就是本来是一百块钱的 现在只要三十块钱 本来一百万现在只要三十万啊 这差不多跌了一半多啊 后来很多的这个房子价格啊 只有之前的就越到后边啊 这个房子价格啊 连五分之一都不到了 本来一百万的 现在连二十万都不到了 就这样的一个幅度跌水啊 跳水真的是跳水价啊 暴跌 直到现在东京地区每年的这个新房 供应量啊都在不断下滑 因为没人买房子 你看这个九十年代泡沫泡沫泡沫泼 之后它的这个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啊 现在这个安倍上台搞了一系列的政策啊 说这个安倍它有一系列的这个经济政策 我们现在都说都称它为安倍经济学嘛 但是效果不是特别明显 那么日本的年轻人啊 大部分年轻人毕业之后啊 这个确实不太愿意买房 就是日本现在每年结婚的这个新婚夫妇当中 只有5%是自己买房的 那么大部分人呢是租房 而日本啊 日本人买第一套房子的平均年龄啊 要超过35岁 日本人不买房啊 不要紧 中国人来买啊 先是一波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人会在当地买房 就曾经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在日本读完大学 然后在日本工作了6年 还娶了位日本姑娘啊 也是他的大学同学做媳妇啊 做老婆 这个中国留学生的父母啊 看着这个日本儿媳妇啊 很满意 很贤惠 就想给儿子儿媳妇在东京把房子买了 而且可以付全款啊 因为便宜嘛 也不需要这个去贷款 但是啊 这儿媳妇不答应 日本儿媳妇不答应 因为在日本啊 所有的年轻人上大学之后啊 除了学费 一般这个生活开销啊 都由自己打工 靠自己挣 这个中国留学生的日本老丈人 也就是这个日本儿媳妇的爸爸啊 也是在快40岁 才买了他们家的第一套房啊 40岁才买了第一套房 所以日本妻子啊 这个日本妻子啊 并没有让他的中国留学生这个丈夫啊 急着买房 但是这个中国丈夫觉得 哎呀过意不去啊 中国人习惯 结婚后要自己买房 租自己的房子吧 那既然不花父母钱 那我就自己来买吧 自己可以来付个首付 当时这个中国留学生啊 在日本生活工作了快10年 攒了差不多20多万人民币啊 折合成人民币差不多20多万 这20多万其实就够付首付了啊 在东京他们当时在东京的这个江户川区买了一个两居室的新房啊 付了个首付 这个新房一买啊 价格就跌了 因为日本没有炒房团 你买了的房子成了二手房就跟买车样的啊 他就没有新房值钱了 那么除了日本留学生啊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人 现在越来越多的大陆人啊 也跑到日本去投资买房 说最早的是一批上海女人啊 发现东京的房价这么便宜 并且相信他这个日本的这个经济啊 还会有回升 就有很多人去买了日本的这个二手房啊 有的是一室一厅的 两室一厅的 大概总价在七八十万 七八十方 这些房子啊大多是在东京的新宿区啊 这个去过日本的小伙伴都知道 这个新宿区是最著名的歌舞纪丁啊 也是亚洲最大的红灯区 他们在这买房 因为在这买房 他的房子好租出去 很多人就把这个房子啊 租给在红灯区打工的和那些小姐们啊 和打工者打工仔 但是这些房子啊 这个你可以买 户主是你 但是你没法因为买房就拿到日本的签证 日本政府没有像这个加拿大 澳大利亚 美国那样的这个投资移民签证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去购房啊 有个换汇的问题 因为你是中国人 按规定啊 一年只能往海外汇款的额度 不能超过5万美金啊 差不多就是450万日元左右啊 你买房肯定是不够啊 你又不能贷款 所以呢大部分人都是从香港的地下银行汇过来的 那么这些地下银行汇款用的啊 都是别人的名字或者是公司的名字 当购房交易发生时啊 发现日本人发现这个汇款人姓名和购房者姓名对不牢 交易就被拒绝 而且这个当中很多黑中介啊 黑中介公司会玩很多猫腻 让不少的中国购房者上当受骗 其实啊 日本房地产市场啊 它是期待中国热钱的啊 希望有很多的中国投资者啊 中国人来 这个当中有很多的具体的政策的落实啊 恐怕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这个国家政府愿意这个经济好 但是可能涉及到具体老百姓啊 他们可能不太愿意那么多的这个外国人跑到这个我们国家来卖房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一些具体的政策 包括落实 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啊 以上的这个故事都是来自于这本 徐静波先生写的 尽管日本真的非常有意思 把日本很多名声细节写的微妙微笑 十一季这一季我们来说日本啊 也欢迎你把啊 你了解的日本和你的观点在我们下方啊 视频下方留言 那转发本期节目 截图私信我们 留下来一些方式 我们这期节目送50本 静观日本 流血的真相 出国被看